Namo Amitah Namo Amitah 各位法师 各位知公们 联友们 Namo Amitah Namo Amitah Namo Amitah 请范长 这几次跟大家研讨的都是针对 阿弥陀佛的愿心 也就是净土中的根源 前两次引用阿弥陀佛 也就是因地法战菩萨的时候 对四自在王佛的赞叹 也就是无量寿经的战佛祭 在这战佛当中 法战菩萨就吐露了他 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愿心 而上求佛道的目的是为了下化众生 下化众生并不是像老师跟学生的关系 是老师教导学生之后 由学生去做功课 并不是 但是倒是像父母跟儿女的关系 也就是虽然儿女比较愚笨 不能够在社会上或者功成名就 或者是衣食无缺 不过父母却是类似一国之长者 既有人贫道德又有智慧才能 因此能够使得 虽然儿女愚痴 可是承受着复印 也能够荣法互贵 这就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 有别于老师跟学生的关系 佛法当中 八万四千法门八道宗派归纳来讲 就是圣道门跟净土门 南行道的智力跟异行道的塌力 那么如果是圣道门来讲 可以用老师跟学生的辟誉 若是净土中来讲 可以用父母跟儿女的辟誉 也就是说 虽然法上菩萨要上求福到下化终生 这个下化是父亲跟儿子的关系 也就是救度给予回向的意思 众生之离苦得乐 也就是要超越三界六道的轮回 甚至往生净土能够快速成佛 都不是靠众生本身丝毫的力量 完全都是靠法上菩萨的宏广大愿 无尽悲心跟无量的德行 因为对众生来讲 众生一方面既没有这样的能力 同时有了法障菩萨的愿行 我们即使没有能力 也如同有能力一般 这是法障菩萨 被师自在王佛赞叹的同时 表露自己 上求福到下化众生的这个愿心 这是属于战佛记的方面 有了这个愿心 必须要有具体的内容 因此 战佛记之后 接着就是法障菩萨 具体性的48个大愿的内容 所以有关战佛记 以及48愿 48愿的这个盖瑞 在前两次都约略研讨过 接下来就是我们手中的讲稿 三世纪 这三世纪 这三世纪 庆祢中的根源 也是 阿弥陀佛怨心 是阿弥陀佛怨心的核心之处 三世纪 三世纪 是在48愿 发下48愿之后 接着又发下这三世纪 因此 今天呢 就接着我们来研讨 这三世纪 这个讲稿 内容 一章两页 对于 喜好教理的人 尤其是 要在台上部教 的部教者 应该 会 很喜好 而且 是所需要的 那么 对一般的怜友 尤其是 老菩萨们 倒未必 需要 不过呢 能够了解 多了解 阿弥陀佛怨心 就能够增长 自己 对这个法门的信心 跟 法喜 三世纪 请大家 看 讲稿 这一张 讲稿 这个结束之后呢 就带回去 温喜 请大家 请大家看 讲稿 无量寿 无量寿经说 疑惑 此 此 从事愿 又名 三世纪 此十一行中 三世纪只是 前三行 这三行 这三行 统设 四十八院的 纲要 由于 这三世纪的 重要性 故 后 八行 也跟随于 前面的 三行 都叫做 三世纪 也就是 这个 从事迹 总共 有十一行 那么 现在这里所讲的 三世纪 只是 前三行 但 由于 这三世纪 是统设 四八院 是四八院的 纲要 因此 总的 来讲 这十一行 的 从事愿 也叫做 三世纪 请看讲稿 概要而言 四十八院中 每院都有 不取正觉之四约 今 又重说 理由 有五 有五点理由 涵盖前面所讲的 这个 这个 刚要性 以及 解除众生的 这个疑虑 看讲稿 一 未显示 统设 朱苑 四十八院 甚广 Page四十五 四十八院 之 一 一 十八院 非常广 为什么 是八月涵盖阿弥陀佛成佛本身 涵盖极乐境谱 涵盖广度众生 涵盖众生往生之后的成佛 以及成佛之后的度众生 可以说无尽无边的深广 可是如果把它约束来讲的话 就是因地的愿跟行 也就是因地的法师八大愿之后 又经过赵宅永结的基子普少量得行 那么愿行圆满之后 就成佛拉也就是得果 那么果上的这个名号 乃至于成就的极乐境土 所以要而言之 就是因地的愿行 跟果上的名号 那么不管因地的愿行 果上的名号如何的深广 如果以这三世纪的话 就可以通通把它统设 包含在里面 也就是 法上菩萨为了统设这四十八大愿 所以又重新发了这个三世纪 那重点就是在这前面三条的这个纪文 所以说三世纪是四十八愿的纲药 所谓提纲气灵 掌握的纲药 就是掌握的全部 我们这个处理事情 要掌握到药灵 所谓获得把握其中三昧 就是要化缓为简 化缓为简 以简单的方法 来看待处理任何的问题 如果还觉得它很广大 磅薄 深奥无边 无从下手的话 那就还没有掌握到药灵 好像看一棵树 只看到它很繁茂的枝叶花果 可是没有看到它的根本 所以凡是掌握根本 提纲气灵 是很重要的 有句话说 大道至简 大道是什么 大道就是真理 那真理 显现很简要吗 真理很深奥 没有智慧 那提悟不到什么叫做真理 可是真理很深奥 很广博吗 道也不是 真理很简要 所以说大道至简 所以一个证悟的人 他就说佛法 佛法无多子 佛法无多子 佛法八万四千法门 深广无边 可是说佛法无多子 表示佛法很简单 就是几样而已 同样的 我们敬佛法门 深奥不深奥 深奥 广博不广博 广博 但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如果掌握到 他的根本的话 是不是得到 他所谓的三昧呢 是 所谓是有本目 物有忠实 物有本目是有忠实 知首先后 则尽道矣 所以要晓得 他的这个先后的次序 所谓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所以掌握到 他的根源 掌握到这个根本 就能够掌握到 他的全部 因此我们这几次所研讨的 经理中法意都是从根本上去掌握了解 接下来 二 为显示超市大愿 第一季 我见超市愿 必知无上道 思愿不满足 事不成等觉 sai 不想 不想 我们先来读诵 这 从事愿的三世记 三条记 squen 我一遍 我练一遍 大家跟我练一遍 我见超事愿 必知无上道 思愿不满足 事不成等觉 我于无量节 不为大师主 不为大师主 苦计诸贫苦 事不成等觉 我自成佛道 名声超十方 究竟有不闻 事不成等觉 请放上 这三四句是很重要 可以的话呢 就把它背下来 它这个闽南语的发音 也就是河洛话 我也来练一遍 我见超事愿 必知无上道 思愿不满足 事不成等觉 我于无量节 我于无量节 不为大师主 不为大师主 破贼主宾库 破贼主宾库 事不成等觉 事不成等觉 我自成佛道 明声超十方 究竟有不闻 事不成等觉 事不成等觉 是阿弥陀佛生命之所在 我见超事愿 超事 是指阿弥陀佛所发下的 四十八大愿 都超胜 二百一十亿诸佛的本愿 是二百一十亿诸佛净佛之精华 怎么讲呢 法上菩萨发这四十八大愿之前 是透过 是自在王佛 以佛力显现 法界之中的二百一十亿 的诸佛的净土 来给 法上菩萨 观察 让法上菩萨 选择 选择 善的 舍掉不好的 选择 唯妙的 舍掉 初略的 之后呢 又加上 法上菩萨的 理想在里面 岂不是四十八愿 就是超市愿内 而所谓的 而所谓的 超市 并不只是超越世间 或者是超越菩萨的 实地 或者是等觉 而是超越 十方诸佛的 因为是超越 二百一十亿 诸佛的本院 二百一十亿 诸佛的净土 所以 这超市 是超越十方诸佛的 也就是说 阿弥陀佛 成佛的 佛的本身 以及成就的 极乐的净土 以及 使众生的能够往生 能够成佛 都远远超越 十方诸佛 因此说 超市愿 接下来愿 就是指 四十八愿 那么 也别指其中 第十八 念佛往生愿 以这 第十八愿 统设 四十七愿 因为 第十八愿 念佛往生愿 是四十八愿的 根本愿 从这一点来讲 我们就可以推论 我们就可以推论 净土中的根本 是在哪里 在净土三经 净土三经的根本 在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的根本 在四十八大愿 四十八大愿的根本 在第十八愿 那么第十八愿的根本 在哪里 在若不生者 不取正诀 那换句话来说 它的根本 就是 这句名号 那么阿弥陀佛 就是 众生念佛 必得往生 接下来 等诀 这里的等诀 并不是 成佛五十二阶位 当中的等诀菩萨 不是 是等正诀 所以这里是等 是平等 平等 以诸佛平等 那诀呢 就是正诀 就是成佛的意思 四十八愿不成就 每个愿都圆满无垂的成就了 他才要成等诀 他才要取正诀 初济成上从事 可见弥陀愿心之因重 本来阿弥陀佛发下四十八大愿 这个愿呢 已经 是很 深重了 善导大师说 当之本是重愿不虚 接下来呢 又重发这三世纪 表示阿弥陀佛的愿心无比的因重 接下来 第一季直接显明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都超越二百一十亿诸佛的本愿 即是超越十方诸佛 是诸佛之所无 如观明成就文说 最尊第一 诸佛观明所不能及 观明既然于得一耳 故弥陀记经说 发愿于诸佛 这个观明成就文 就是无量寿经当中 四十八愿 第十二愿 就是观明无量愿 那么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 表示四十八愿愿愿成就 那愿愿成就 第十二愿 第十二愿 观明无量愿 它又是什么内容呢 你既然成就的是什么内容呢 释迦牟尼佛就解释说 阿弥陀的观明是最尊第一道 是其他十方诸佛的观明所达不到的 那岂不是远远超过十方诸佛的吗 所以这超诸愿就超诸佛 那观明代表什么 代表智慧 观明是智慧的外向 那谈到智慧 就谈到慈悲 谈到愿力 谈到神通 谈到度生的能力 所以说 愚得一耳 《弥陀记经》 是也可以说是 有关阿弥陀佛发愿的一部经 在《弥陀记经》一开始就说 发愿愚之佛 阿弥陀所发的愿是超越十方诸佛的 接下来请看讲稿 四十八愿虽然都是出自弥陀大悲誓约 然而并未明白的显示 四十八愿乃是超识无上之本愿 是弥陀所独有 是与诸佛不共的 并没有明白显示 因为四十八愿若就一愿分开来看 于诸佛誓愿中 亦非没有 而看不出阿弥陀佛独有殊胜之处 所以在这三世纪 首先就说我见超识愿 显示四十八愿看来 与其他诸佛誓愿 与其他诸佛誓愿并无差别 但实际上 其深意是大不相同的超识之大愿 是不共诸佛誓愿 这个大家看文字 就能够理解 第三 三 为显示他力救度 第二 二继 我于无量解 不为大十足 不计诸贫苦 是不成等绝 唐义言 心或不堪常行诗 广迹贫穷免诸苦 利益世间死安乐 不成救世之法王 唐义就是唐朝时代 所翻译的一部大宝基经 《无量寿如来会》 这《无量寿如来会》 跟《无量寿经》 是同样的内容 只是翻译的时代不同 翻译的人不同 所以在文字上也有所不同 那么把两个不同翻译的内容 摆在一起互相比较 就可以互相补充解释 也就是说 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 有时候几句话不能够完全地显示 阐释 那么如果有别的翻译 那就可以补充互相了解 那意义呢 意义呢 就更加的 意思就更加的充分显平 我于《无量寿》 此世未来无量无数节 也就是显示 包含着未来的无量无数节 非为当时 并不止法上菩萨的时代 或者是十节以来这一段期间 末法万年之后 由独流此经以广度众生 《向无量寿经》 最后流通分 释迦牟尼佛说 这个末法万年之后 法灭的时期 所谓末法万年灭 那么释迦牟尼佛以慈悲 埃敏特留此经主是百岁 其有众生直施经者 随意所愿皆可得度 就表示这个无量节 是涵盖法灭的时期 乃至未来 永恒的未来 接下来施主 才法无畏三思 也就是布施的主人 那么所谓这个布施有三种 才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 所以叫做三思 在这三思当中 在阿弥陀佛法上菩萨发愿的时候 也就涵盖在里面了 譬如其中 四十八愿中 第二十四愿的共聚 随意 以及三十八愿的衣服随心 以及第十八愿的练佛毕身 第四十六愿的文法如意 这一些都显示 阿弥陀佛是要对众生 不施、采、法、无畏 所以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之中的 圣行、圣果断 也就是说 当法上菩萨 发了这一些愿之后 就进入修行的阶段 那么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他所获得的殊胜的果报 叫做圣果 在那段经文就说 随其生畜 在意所欲 无量保障 自然 发应 也就是说 凡是 法上菩萨 所适现出身的时候 可以随心所欲 要什么东西 即使是无量的保障 都能够立即出现 又说 其手藏出无尽之宝 衣服、饮食、妆眼之俱 于一切法而得自在 显示 法上菩萨 有这样的功导功能 而这样的功导 都要回向布施给十方众生的 因此 他既然已经成佛了 那么我们只要 称谈他的名号 称谈他的名号 只要能够拥有 所谓的 财、法、无味 这一些东西 我们有岳点友 他有一个女儿 当时读高中的时候 也是 并不是 数一数二的高中 当然也不是很差的高中 那他本身的这个成绩 也是一般一般的 那么自从他父母 随着敬佛我们之后 能够晓得练佛 可以消业障 可以增福报 可以开智慧 可以保平安 当然也可以得到救度 所以就告诉他这个女儿 希望这个女儿常常练佛 尤其是考试之前 就更要全程练佛 能够获得阿弥陀佛的加持 那么这个女儿也很乖巧 平时也多少练佛 考试之前呢 也前程请阿弥陀佛加持 结果 他大学联考的时候呢 是考上哪个学校呢 大家猜看看 台大 是就考上台大 那么台大顺利毕业 考这个研究所 也考上哪个研究所呢 也是台大 同时呢 很被这个教授的器重 那么研究所 毕业之后呢 就结婚了 也可以说呢 获得成容佳叙 得到一个 跟一个好男人 好丈夫 好父亲 结婚 这都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阿弥陀佛的 阿弥陀佛的这个布施 布施给他物质的财富 以及精神的充慧 甚至呢 一切都顺利 没有障碍 可以说 阿弥陀佛这一位大师主 是财法无畏三师的大师主 接下来 接下来请看 下纪言 为众开法杖 广施功德宝 下文言 令诸众生 功德成就 这都显示 这都显示他要成为一个大师主 普济诸贫苦 不然的话他不成佛 诸贫苦通 才法二贫 这里的诸贫苦 不只是没有物质上的贫穷 而且呢 也是缺乏这个智慧 如法法经言 见六道众生贫穷无智慧 我们之所以轮回三界六道 就是什么 就是贫穷无福慧 没有福报 又没有智慧 所以 要离开六道轮回 要有福报 要有智慧 当然 主要还是智慧 那么这里所说的智慧是什么呢 就是缺乱 也就是体会空性 体会空性 才能够断环脑 才能够破我智 那么一旦环脑断了 我智也没有了 自然能够离开三界六道轮回 可是 以我们的力量 我们没有这个力量 我们只有造业的力量 哪有证悟的力量呢 可是 阿弥陀佛 他有这个力量 他布施给我们福跟慧 请看讲 先与其物就其肉身 再与其法就其法身 我们肉身 要生存在这个社会上 必须要有物质 我们的法身 要解脱这个轮回 必须要有这个智慧 这都来自于阿弥陀佛的大布施 第二句说明 阿弥陀佛是八愿所完成的超越十方诸佛的福身 其本身及其功德目的 是为了救度诸贫苦的众生 也就是贫苦无智慧 常在六道轮回的众生 那么这一些众生是谁呢 我说我们在座各位 一切众生啊 如果仅就是八愿而言 他力救度 与他力回向之意 并不明显 所以更在此记中表明 为大十足 为众开法杖 广是功德宝的他力回向 与慈悲救度的怨心 显示往生净土之音 完全都是阿弥陀佛他力回向的救度 此救度之精正 唐义成救度之法王之余 直显无疑 也就是说 这三世纪的第二 第二 是显明什么呢 显明他力 显明他力 也就是显明所谓四十八愿 都是来自于弥陀的力量 那么 这力量呢 显现什么 显现在要救度我们 所以 阿弥陀佛就是一个 救度的佛 那么在《无量寿经》 并没有明显的 显示出 救度这个意涵 那如果从同品一意的 唐草所译的呢 一看 就 当下明白 所以 就引用 唐草所翻译的 信佛不堪 常行使广继贫穷 免诸苦 这跟前面这一首纪都一样 不为大师主 普及诸贫苦一样 那么利益世间 使安乐不成救世之法法 显示 所谓的利益 就是救度 救度世间 轮回的凡夫 使凡夫们 能够安乐 所谓安 就是不变 不变就安了 所谓乐 就是没有苦 苦 有好几种 那么概括来讲 就是 分断之苦 跟便义之苦 分断之苦 就是三界六道的轮回 那便义之苦呢 就是指这个菩萨 的这个生法的过程当中 的一种盼望 当然 他的苦的便知 跟六道轮回的苦的便知 当然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 弥陀所发大愿 所修大行 从因治果 皆为师众生 愿行成就 可以救度无福慧众生 如大经说 定之众生功德成就 所以 阿弥陀佛不只是无量节以来 同时 也是无量节的未来 都要成为一个大布施的主人 永远以超世愿的功德 来 赐于 众生 救度 众生 阿弥陀佛是布施者 我们是受施者 阿弥陀佛成佛的功德 全部给予众生 第二季正显明 救度 而这救度是佛力 他力的救度 接下来 四 为显示名号度生 第三季 说 我自成佛道 名声超十方 究竟有不闻 是不成等诀 宋义言 我若成正诀 利明无量寿 众生 闻此号 俱来我差忠 宋义就是唐朝之后的宋朝 所翻译的 他的经名叫做庄严经 跟无量寿经 也是属于同本意义 接下来 四八愿中 摄生愿有三 真假并列 为了正直 舍方便 故第三季说 名声超十方 所谓四八愿当中的摄生三愿 是指哪三愿呢 第十八愿 第十九愿 第十九愿 二十愿 这三愿 那所谓真假并列 这个真就是真实愿 假呢 并不是虚假 这个假是指全假 全假方便引导性的 那么在这三愿当中 就是真假并列 那么一般人呢 就看不出哪一愿是真实愿 哪一愿是全假愿 那到了这个三世纪呢 就所谓的正直 舍方便 舍掉全假的 直接标举出真实的 这个叫做正直舍方便 故第三季说 名声超十方 以显示 以显示 弥陀飞向本愿名号 令十万众生之道 第十八愿 是本愿中的根本愿 是本愿王 唯有第十八愿之 炼佛 才是王生愿 因为第三季说 我只成为到名声超十方 这个名声超十方的愿 就是在四十八愿当中的 第十七愿跟第十八愿 也就是说 第十七愿 就是名声超十方的愿 可是名声超十方 它的目的是什么 是让十方众生来闻佛 之后呢 能够义佛 念佛 而往生彌陀净土 那么这个义佛 念佛的愿 就在第十八愿 所以十七愿 十八愿 都连接在一起的 那么由这个第三首季 也点出色生三愿 真十愿 就是第十八愿 接下来 第三愿 也点出第一愿 第二愿的功德 功能 都成为一句 那么阿弥陀佛之名号 都在这句名号之中 并且要将此名号 传遍十方世界 使十方众生同称佛名 同生净土 同正佛果 同度众生 也就是说 这三十愿 第一愿的超市愿 这是愿来讲的 那么以及第二愿的 第二愿的功德 也就是无量功德 就指行来讲的 修行 得行 这呢 都成为一句 那阿弥陀佛 所以 这第一个誓愿 第二个誓愿 都归入 第三个誓愿 也就归入 这句名号 接下来 此三计 第一计 发愿 第二计 无量德行 回师众生 第三计 将此愿行 说为一句名号 愿行结经 即是名号 以弥陀名号 总设弥陀愿行 名号由愿行 而彰 愿行由名号 而助 名号包含 弥陀愿行 三是唯一 名号 故此 弥陀名号 称为 万德 弘明 这很浅显 你看就知道 名号由愿行 而彰 名号 从哪里来 从法上菩萨 因地的愿 跟行 没有愿行 就不能够有 这一句名号 出生出来 愿行由 名号而助 那么 因地的愿 跟行 如果没有这句 名号的话 也显现不出来 接下来 接下来 最简要的 最简要的 就是以名号 度众生 那么要以名号 度十方众生 必须使 在十方显现成佛说法的十方诸佛 来称赞 来弘扬他的名号 因此 阿弥陀佛在 四十八愿当中 必须发一个这样的愿 那么这样的愿就是 第十七愿 那么 第十七愿的内容 是要使十方诸佛来称赞 到了从四愿 第三愿 就更进一步的说 名声要超越十方 使十方众生都能够听得到 接下来 两者有何不同 第十七愿 但诸佛称阳 此文称阳之力 名文十方 此事其义 也就是说 第十七愿的内容 只不过是 十方诸佛来称阳 赞叹阿弥陀佛名号的 偉大不可思议 那么这个从四愿 三世纪的第三世纪 更进一步说 十方诸佛所称阳的 能够达到 使十方众生来听闻 这是两者 比较维系不同的地方 接下来 超有二意 这个名声超十方的超 简要来讲 有两个含义 一超远 也就是说 名声远文 文篇十方世界 没有一个地方 不能够听到 迷途的名号 凡是宇宙之中 法界之内 不管 任何的 国土 任何的众生 最后 都要让他 听到 这句名号 那么 我们这一部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二超圣 明德超圣 十方诸佛之义 普及诸品苦 使智无善道 诸佛所无故 也就是说 阿弥陀佛要普及诸品苦 目的 是要使 死亡众生 也都跟他一样的 至无善道 那就这一点来讲 是死亡诸佛所没有的 由诸经所占 多哉 弥陀 世间称佛 弥陀 为多 这显示 就释迦摩尼佛所赞叹的来讲 在死亡诸佛当中 赞叹阿弥陀佛是最多的 那对众生的练佛来讲 众生在死亡诸佛当中所练的 还是阿弥陀佛最多 接下来 故此三世纪大义 第一季显示 四十八愿是超试愿 而且必定满足 第二季显示 以此超试本愿 普实众生 并显示他力救度之意 第三季 愿与行 绝成为一个名号 此明德 明与德 超诸佛 此明生超十方 以此名号广度众生 如诵一言 我若成正诀 力明无量寿 众生文此号 俱来 我差终 所以等于显示 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 归结为一句 那么阿弥陀佛 所以接下来 我就引用相关的几个愿文跟经文 大经第十七愿说 射我得佛 射我得佛 十方世界 无量诸佛 不惜之皆称我名者 不取正诀 大经第十八愿说 射我得佛 十方众生 至心心乐 遇生我果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诀 为处无力 诽谤正法 大经第十七愿成就文说 十方横杀 诸佛如来 皆共赞叹 无量受佛 威神功德不可思议 大经第十八愿成就文说 既有众生 文起名号 信心欢喜乃至疑恋 至心回向 愿生彼国 即得往生 祝不退转 为处无力 诽谤正法 大经第十八愿成就记说 祈佛本愿力 文明欲往生 皆惜道彼国 自知不退转 大经流通文说 其有德文 彼佛明浩 欢喜永远乃至疑恋 当之此人 为德大力 则是具足 无上功德 可知大经 再说本愿念佛 因此 静主中是 彼佛明浩 救度众生的法门 也唯有 彼佛明浩 超市的智慧 慈悲 慈悲 愿力 才能度尽 十八愿 满足 十八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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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昶 切 Vaso 赐量 赐量 而 释悲 多尽 施 大家 없어요 愿力 可是 如果智慧慈悲愿力 不够的话 那就不能达成 出现世间的目的 但如果能够 每一位诸佛 都能够洪耀迷途的救度 岂不是 等同于 自己的智慧 慈悲愿力 圆满 究竟彰显吗 这就 十方诸佛来讲的 那么就我们 在座的联友 也可以 跟十方诸佛一样 这个就是什么 自信教人性 还没有 往生极乐世界 倒架慈航 现在就可以预先做 倒架慈航 的工作 那么这个 应该就是我们 这个志工 培训班的目的吧 所以我们志工们 人人都要 向十方诸佛看齐 接下来 五 为请求 献瑞正成 最后一记 思愿若克国 大千应感动 虚空诸天神 当于真妙花 大精说 佛欲阿难 法障比丘 说此送仪 应时 普帝六种震动 天欲妙花 以散其丧 自然音乐 空中 战严 决定 必成 无上正觉 这记跟经文 记 里面的虚空诸天神 也有经文 也有版本说 虚空诸天然 那意思是 一样的 接下来 佛与阿难 也有版本说 佛告阿难 意思也是 一样的 请看讲稿 四十八愿 一愿都有 不取正觉的誓言 用意在于 扫除众生疑虑 众生疑心很深 只是以四十八愿 不能满足其心 解除其疑 故在说祭 请求天地之奇瑞 来证明其精干不变之心 诗愿 即是第一季所远的 超诗愿 法诈愿心 在于使众生 至无上道 未成诗愿 从事 请锐 以天感地动之锐 正法障 菩萨之诚 佛与阿难 四字 图显 世尊 应众之心 为法障 菩萨之诚 成 故 特与阿难 也就是说 这四个字 在这个地方 有他凸显的重要性 现在 法障菩萨 要请求 这个 天感地动 的灵锐 来证明他的愿 那么 释迦牟尼佛 也 非常的 感动 因此 以 因众之心 特别来提醒 阿难尊者 所以 就说 佛遇阿难 或佛告阿难 这里所讲的 应识 菩萨六种 振动 菩萨 即 十方诸佛 世界之 大地 为什么呢 超视 愿心 普遍十方 故 这 赞言 即是 十方诸佛 正诚之 赞叹 为什么呢 超视 愿心 为佛 能知 故 所以能够赞叹 阿弥陀佛 为法障菩萨 做证明的 除了十方诸佛 以外 还有谁呢 接下来 决定 必成 彰显 十方诸佛 必得 往生 成佛 为什么呢 在这里证明 往生 菩萨 必定 满愿 必定 刻果 刻果就是 必定成就的意思 背后 就是显示 我们 十方诸生 必定能够 往生 必定能够 成佛 这也显示 阿弥陀佛的愿 就是我们的愿 阿弥陀佛的行 就是我们的行 阿弥陀佛的这个刻果 成就的果报 就是我们成就的果报 阿弥陀佛的成佛 也就是我们的成佛 那当然我们会问 阿弥陀佛的成佛 都已经是十节了 那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轮回 还没有成佛呢 这个就是阿弥陀经所讲的了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以发愿 今发愿 当发愿 遇生阿弥陀佛国者 事实人成 接得不对转离 阿弥陀佛三秒 三菩提 一笔国土 若以生 若今生 若当生 意思就是说 以发愿 就若以生 今发愿 就今当 若今生 那么当发愿 就若当生 意思就是说 死亡众生 什么时候 遇到这一个法门 什么时候 就若生 那我们是 现在 才遇到这一个法门 所以现在 今生今世 才能往生 才必定往生 那么讲到这里 稍微稍过这个五点半 我们就讲到这里 但愿众生信佛念佛 得生其道 南无阿弥陀佛 臣无阿弥陀佛 臣无阿弥陀佛 至少 无人 大家 有点 有点 和